十年前警匪勾结社局谋财害命 没心 这边全部都相验 无辜者被迫入狱一千多年 那你往哪儿呢 第十号警察 问候你不答一张我 就是我在调 公安部长亲笔批示 公安部独办侦查 开案记者重回案发现场 看一桩警匪勾结 涉陷害命特大案件 如何大白于事 尽请关注警匪无见到 回到案发现场 拨开层层迷雾 这里是排案惊奇 持枪抢劫毙了活该 大家看这张泛黄的报纸上 照片再加上这样的标题 那说的是什么呢 是持枪歹徒被击毙 公安干警为民除害 大快人心呢 但这一切都是在当年 十年前的说法了 如今这张照片和这篇报道 就成了揭露一桩警匪勾结 惊天阴谋的铁证 那么这个被击毙的人 这个被击毙的可怜之人 他并不是什么黑帮歹徒 只是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冤魂 但当时开枪的 到底的确确是警察 没错 就是头顶国徽的人民警察 他们为何能如此猖狂呢 他们又是如何制造冤案的 咱们今天从这个被打死的人说起 他实在是冤 因为无论是当时开枪杀他的执行者 还是幕后指使者 最想杀的都不是他 而是另外一个人 把手机关掉 这个手机关掉 我才捡了一条 那天晚上他 几十号警察 把我许臣民 许臣民手下了十几个人 那我考虑 那我打一张误案 就是我往我这条 陈信涛退伍老兵 少校军险 96年转业后 是福州最早经营 二手汽车的老板之一 2000年左右 陈信涛的生意 已经做得比较大了 老老实实 勤勤恳恳做生意的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卷入一场战争中 而一战 就是十年 那这个许臣平呢 也是搞二手车买来的 那他这个 因为他跟那个公安局 后来大家很清楚 跟公安局的这种 这种铁的这种光线 他想把福州的这个二手车 给他捂起来 这就是陈信涛口中 那个赶到后怕的许臣平 十年42岁 个头不高 身材瘦小 但在当地 被认为是通天人物 这个福州安详国际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 最喜欢张扬的是 他与当时福州市公安局的 副局长王震忠 关系好得不得了 当时的许臣平 看重的就是 陈信涛的旧车交易市场 他下定决心 要吞掉陈信涛 最终独占福州市旧车交易市场 他就说 你一定要过来一起合作 还有电话威胁 你要不要在 你想是开汽车 还是要开容易 这样 他后面这个最终都没有办法 在与徐承平的接触中 陈信涛明显感到是处于弱势 陈开始退让 决定退出跟徐的竞争中 然而 徐承平的胃口却是越来越大 他不仅要吞并二手汽车市场 就连陈信涛哥哥经营的汽车过户 转让的服务项目 也要通过 陈信涛的哥哥 只好找来在当地吃得开的朋友 试图让徐老板给陈奖放调生路 而这个朋友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片头里那个冤死的人 他叫便李中 这个便李中啊 也算是个厉害角色了 做水果和装修生意 虽然不是黑社会 但也结叫了一些道上的人 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吃得开 那便李中人也认为说 我这个时候像这样的事情 人家荒惘的事情 他也是出过一种仗义 丢了一条命 我老公吃饭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管这个闲事了 我给你十万插水费好不好 我老公说你给我十万块插水费干嘛 我又不缺十万块钱 谈判于2001年2月18日晚 在福州一家酒楼里进行 徐生平利用便李中不成 假意答应了便李中的调解 事实证明 徐生平此时已经动了杀机 据当时与便李中一同赴约的朋友 瓜瓜和冯承普回忆 当时酒楼里除了徐生平的兄弟们以外 还有福州市的一些公安人员 其中就包括后来带头开枪杀人的 岳峰派出所所长郑军 金军进来的时候他有 就他桌上的人有跟他介绍 这个是编李中 然后就场面上握握手 喝几杯酒 徐生平说这件事情很顺奈 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吧 这也不是你插得起的事情 那李中就是说人家既然找我帮忙了 那我们就是讲道理是不是 当时那个李中说完这番话之后 你有没有看一看徐生平 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表情 他脸色发青了 他都不讲话了 他说那好啊 你自己看的你会后悔的 看看这个场景多像香港黑帮电影里边的镜头啊 饭桌上十万块钱的插手费 两边老大各苦相让 而宴席的背后公安人员也参与其中 那么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2月20号晚上徐生平多次打电话给便利中陈信涛 约他们在旧车交易市场商讨 而便利中也应对而止 这里是福州市塔头路的一个气配广场 而十年前此地也就是徐生平的汽车二手交易市场 2001年的2月20日 徐生平将便利中约在了这个地方来进行商讨 便利中如约而至 当晚十时左右 徐生平用了一个摸头的手势之后 早在这里埋伏的数十名警察 顿时就冲了出来 手持冲锋枪 对毫不及防的便利中进行了扫射 便利中应声倒地